本文翻译自7月16日发表于纽约时报的《To Defeat for Right Nationalists, Don't Try to Imaginate Them》。 一文,有商感,盟中所有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意见,宁国首相特雷沙美领导的博首派政府近日陷入了混乱,引发这一动荡的是多位官员的辞职,其中甚至包括他手下,向来野心勃勃的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 但是这一系列辞职不应该是我们故事一个简单的事实,保守党之所以在脱欧过程中遇到如此多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决心不计代价的终止人员自由流动。 这即使是对不属于欧盟的欧洲国家来说,也是加入欧盟单一市场的条件之一,然而事实上,参与欧盟市场对于英国的繁荣发展至关重要。 那英国保守党为什么还如此坚定的,想要结束人员自由流动呢? 这是因为欧洲许多中右翼政党在过去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中,都面临着来自己要一分子的挑战。 而英国保守党夺回国家边境控制权的承诺,就是该党对于这一挑战的回应。 泛移民的民族主义碰乱势力兴起,他们声称自己代表人民反对腐败与冷漠的政治建制。 他们的兴起有着深刻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根源。 然而,欧洲主流的保守派、市场自由派以及基督教民主党派对这一状况的处理方式,主要可以分为四类。 但这些手段却都相当肤济,缺乏成效。 只有当这些中右翼政党,认识到这些手段都是死胡同之后,他们才会提出更好、更有创造性,同时可能也更具斗争性的手段来应对挑战。 第一种方法是试图忽视基睫德右翼民族主义。 这就是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和瑞典文和派多年来的做法。 但这一做法并不奏效。 在去年的德国联邦选举中,极有一,版移民的德国选择党,获得了13%的选票。 基督使内政部长、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霍斯特泽夫贝尔大受刺激, 其月初还提出辞职来抗议默克尔在次世上所谓的失职。 同时,瑞典民主党在2014年的大选中,获得13%的选票。 而该党起源于白人制胜主义地下组织,即使瑞典政府加强了边境控制的力度, 许多人预计民主党在今年的选举中赢得的选票比例仍将上升。 中右翼政党采取的第二种方式则适应化自身, 在移民和多元文化主义问题上的立场,承诺向外来一名世家主力。 法国、荷兰、丹麦和英国的中右翼势力,曾尝试过这种做法。 然而这一手段的结果也同样不理想, 其有一国民阵线,在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中进入最终轮。 同样极端的荷兰自由党依然建在丹麦人民党在2015年大选中获得了21%的选票, 成为丹麦的第二大党,并由此恢复了其在2001到2011年间发挥的作用, 即保证以忠用意为首的少数派政府的生存。 在英国,保守党虽然成功地打击了英国独立党, 是后者的得票率从2015年的13%猛,跌至2017年的2%。 但由于出院那些受过更好教育,更拼向自由派的全民, 特雷沙梅正逐渐失去议会多数党的地位。 自此,他不得不依靠北阿尔兰福音派的支持,才能继续掌权, 然而考虑到目前博首党内部的意见分歧。 即使有他们的助攻,特雷沙梅仍需争取更多支持。 第三种方法则是和极右翼政党更密切的合作。 世纪之交以来,意大利和奥地利的中日翼政党周期性地 与民粹主义激进右翼政党结成全面联盟。 中右翼政党之所以选择这样做,部分是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 称托出后者只是纸上谈兵的纸老虎,结果这事的针对移民和多元文化的政策变得越来越强硬。 而且从长远来看,也没能削弱民粹主义者的地位。 去年,名义上是基督教民主派的奥地利人民党, 不得不第二次将其竞争对守自由党进进政府大门。 近来,这一变化的政策后果愈发明显,国家现在有群同寻求庇护者, 手中没收现金和手机,并且计划对没有通过语言测试的移民减少福利待遇。 此外还近至十岁以下的女孩带头金, 在意大利,总理希尔维·奥贝卢斯科尼领导的意大利国家联盟, 在今年的大选中落后于北方联盟, 意大利反对派联盟北方联盟的领导人, 是马尔泰奥法尔维尼, 显任意大利内政部长。 此外,他也是最近拒绝让在有难民的船只, 在意大利靠岸事件的罪魁祸首。 第四种也是最后一种方法, 是所有方法中最彻底的。 中右翼政党既不试图孤立右翼政党, 不借助于他们的投票席位, 也不选择共同执政, 而是选择将自己变成一个极端右翼党派, 这就是匈牙利的情况。 过去的十年间, 维克多欧尔班领导的青年民主党, 从一个明显对市场设好的主流政党, 变成了一个自我封闭, 且排斥自由民主的极端民族主义拥护者。 有效吗? 只是在一定程度上, 在匈牙利, 更好的匈牙利运动, 在很大程度上, 仍然是一个极右翼政党, 不过他们进来打算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极端。 尽管如此, 2018年, 该极右翼政党, 仍获得了19%的选票, 比四年前的最好成绩, 只下降了1%。 然而这1%的胜利, 却是以相当高的代价换来的。 通常, 中右翼政党如果想要打极右翼基金民粹主义叛乱, 那么, 无论是采卖极右翼政党的议程, 还是他们进入政府, 都是走不通的, 想要反对极右翼政党, 首先不能先让自己走向极右翼。 同样重要的是, 这些方式都有巨大的道德与经济成本, 正如圣经所说的, 若是为了赚的整个世界, 而赔上了性命, 于人而言又有什么益处呢? 而这正是极代欧洲中右翼政客讨量的问题, 也许对于美国共和党来说也是如此。 作者Tim Bill, 伦多尔玛丽王后大学的政治学教授, 翻译出语为, 交对董梯, 白板于金融,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发问TT 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